归入火坑 上集 19岁的花季 大多数女孩在这个年龄都无忧无虑享受着父母的疼爱 而今天的求助者小刘 同样是个19岁女孩 却有着异于常人的堪死经历 在今天来调解前的十多天 她才刚产生一名男婴 现在还在坐月子的她 就来到栏目组寻求帮助 原来孩子是生下来了 可是小刘的母亲 却扣着小刘的身份证和肚口粉 不让孩子扮出生证 不过小刘连法定的结婚年龄都没到 就生了个孩子 做妈妈的有这个反应也不奇怪 而当我们准备采访母亲时 原本到场的母亲却突然失踪了 天岛连忙四处寻找 究竟能否把她找回来呢 而女儿小刘又怎么会才刚成年 就未回先狱了呢 家长一短不用愁 多来找我们老娘舅 观众朋友您好 您先收看的是每晚六点半 为您播出的新老娘舅节目 我是海燕 本节目是由娱乐频道和上海市司法局 共同主办 如果遇到纠纷或者麻烦的事情 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日线电话 我们的调解完全免费 而且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今天来为我们调解的 大家非常的熟悉 我们上海时间大代表 百万青 白阿姨 白阿姨好 给你介绍一个我们今天的当事人 看起来非常年轻 小刘 你好 小刘 我想先问你 你多大啊 二十 二十岁 哪一年的呀 九三 你是一个九三年的妈妈 对 孩子多大 刚刚小几天 你还没有出月子 对 你现在的有孩子 妈妈又拿着你的身份证 那么意思就是 那么结婚了 对啊 你二十岁好结婚吧 因为我要到今年十一月份 我才好结婚 因为我到十一月份 我才做哪次 你不能结婚 你这个孩子哪能养车的呀 就是两次养车的呀 跟我说的 肯定是大大皮 然后养车的呀 但是 你为什么 你自己知不知道能我好结婚呢 那我也得想到 刚小就去那时候你养车的啦 感情到了嘛 就三五雷雷呀 你跟你那个感情到了的那个人 也就是现在你孩子他爹 嗯 你们好了多久啊 快要三年了 你十七岁就谈恋爱啦 对的 这小刘又是早恋 又是未婚先孕先孕 这也太离谱了吧 谁知更离谱的还在后头呢 其实我跟我老公认识 还要多配我妈妈 妈 就 妈妈介绍你们认识的啊 算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她老公 你当年儿子了 给K1理想 跟妈妈有啥关系呢 这一年我早就想去住了 妈妈让你去K房做 做啥呢 陪酒小姐 妈妈让你去做陪酒小姐 嗯 你是亲妈妈吧 妈 妈妈尾三尾的娘能去住个 尾三 因为她信用卡里面签了很多钱 她让我帮她回信用卡 你那个时候多大 15岁 你那个时候读书吗 读什么 初三 初三要考高一嘛 听到小刘的这番话 在场所有人几乎都要窒息了 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呢 一个还未成年的初三女学生 被母亲送到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工作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妈妈哪能K口啊 妈妈哪能港啊 她说让我帮她一个忙 我说什么 她说你就去KTV里面唱唱歌 我当时很小 我不知道那个里面是K房 我以为就是那种 像那种豪乐迪啊这种的唱歌的地方 你以为是练歌房 对的 根本能去葵堂能就晓得了呀 然后我妈 她反而就以死相逼 她说如果你不包我的话 她说我就要死掉了 一旦你就没有人管你了 根本这个也没有人管你啊 能爸爸呢 没有的 什么叫没有的 离婚的 离婚了他也是你爸爸呀 能可以去新爸爸呀 他不让我找我爸 我我我还是不敢相信格子安提 我觉得 你是在给我讲故事吗 不是啊 你那个时候 你还记得吗 你那个时候是哪一天 妈妈方东刚隔聚业屋啊 礼拜六 你赛上高三 初三 对的 格子官要准备中考 能当地答应妈妈了 你上来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地方 我只上了一天班 然后 然后就让我去陪酒 妈妈晓得吧 妈妈自己晓得吧 她知道 她说她一天也是做这个的 她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就陪人家喝喝酒呀 可是她知道 可能有些人会动手动脚的 能爱是小姑娘啊 嗯 你手的 知道 你可以不答应呀 因为 因为我不答应的话 她说她就没有人救她了 她说人家会把 她欠了多少钱 两万块钱 信用卡 她说什么 信用 然后人家会怎么样 人家会把她关起来 然后就没有人 没有人照顾我了 小姑娘 你为什么不求助老师啊 我不想让老师知道 我觉得这很丢烈 但是你 你如果觉得丢脸的话 你起码还有其他亲人啊 你可以去找姨妈啊 你可以去找其他外婆啊 奶奶啊 她跟家里人都吵翻了 家里没有会帮我的 你 你 你 小刘回想起这段经历时 既不想想 海燕也是极度的 不知说何事好 的确 小刘所经历的这一切 让常人难以解释 那么在娱乐场所工作的 这段日子 她究竟承受了 怎样的痛苦呢 你第一天告诉我 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 看到什么了 我就看到有很多小姑娘 坐在那些老头子旁边 然后被她们灌酒 有人灌你酒吗 第一天 有 你们要求穿得很暴露吗 穿工作衣 什么叫工作衣 就是露大腿的 然后我当时不肯穿 我穿了校服去的 你当时也要陪一个人吗 你以前喝过酒吗 我以前不会喝酒 你当天晚上人家灌你酒 然后你呢 然后我就反抗 我就想走 然后那些人不让我走 然后我当时我只喝了一杯 然后我说我不要坐了 我说我要走 我说我要回去 所以其实 你之后再也没有去过这种地方 去过 是隔了快要半年的时候 为什么又去了 因为她信用卡越签越多了 她说钱都被我用完了 你用她什么钱了 我不知道啊 你每个月生活费她给你多少 她一天给我十块钱上学的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 因为我不怎么出去嘛的时候 然后她也没怎么给过我 我问你 你后来那一天去了之后 你又回学校了吗 我回学校了 啊 回了 回学校 嗯 你特别想忘记那天的事吧 嗯 我就觉得很害怕 你既然这么害怕 为什么半年之后她让你去 你又去了 因为她过下来求我 她说你再不救我她 我就烧架给你看 我们两个一起 我每天一起死 那你说妈妈 我可以去做其他事儿挣钱 她说这个真的快啊 你又去了 嗯 但是 你突然之间就不去上学了 你老师没有找你吗 不问吗 我上学啊 我没有不上学 你白天再上学 你晚上再去喝酒 嗯 你喝了酒 你回到家那么晚了 你白天怎么上学啊 就是坚持天天起来呀 有时候如果实在很累的话 就请一天假 或者请半年的假 你成绩下降吗 老师问过你为什么吗 问过 你怎么说的 我妈叫我说 说我在外面拍戏 因为我以前是平面模特嘛 我有一张合同的 我妈就拿这张合同 跟我老师说 说我在外面拍戏 所以那时候我请假一直请 大概在学校里面 没有读到几天的书 你心里要多强大 你才能担起这些东西 你后来挣了那么多钱了 你每个月挣完钱了 你跟妈妈说 你也跪下来求他呀 你说你再逼着我去做这种事情 我也死给你看 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个 我都想到 你为什么就这么逆来顺受呢 那我看他把我从小待大不容易啊 小刘当时瞒着身边所有人 默默承受着命令的捉弄 虽然她想方设法要摆脱这样的生活 但每天回家 母亲都要她上交两百元 不但小刘只有继续这份所谓的工作 听到这里所有人都极度愤慨 怎么会有这样的妈 而此时 我们编导也与小刘的母亲 接通了电话 马上把通话转到了调节现场 我没有想到 默默啊 我白白亲啊 我白姨啊 我白姨呢 白姨呢 我们等总呀 当老师说了我没PI 我为你做什么 我为你做什么 那些年人 我为你做什么 不是人策起来 我为你 我为妳做天赋啊 小刘当时我来 那种新店啊 什么东西啊 苗美你老婆做了 你们老婆做了 我说你会做什么 小刘当时我做妈妈了 丢临死了 母亲这边居然声称 自己曾好说歹说 要女儿回家 可女儿偏要跟这个 不良青年混在一起 还生了孩子 一切都是女儿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母亲到底有没有把女儿 送去一个场所工作呢 我问他 那两个出生人家 祝福北军与啊 哎 你又理故 你又找他打人秀 去我 这些没有照片 我跟他都打你就去 打他 这些东西都打我 我说去没人家就去 哎 喂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他要去 我要去 我要去 哎 我听我讲 他要去 我去问他 他要去 我看他要去 做八九月 没得到两百块 我只想说 他要去 他就去 他那里也要去 就跟他朋友啊 好啊 好啊 你还要是 你又要去 我又要去 你又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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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去 你自己叫你一句 听我 听我跟着人家 他去那儿我投票跟着人家 去马上义 马上义 马上义 都不要听你害怕 我再问你 能是非得意了 叫板油吗 是谁啊 有个叫板油 因为你只能要学习 个人管能太内方地车了 要有那些外观的设计 好 尤其都有 对哦 他看哦 那我没看生在我 你也没看生在我吧 我打听过来都不看生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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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弄上来 弄上来 我等着啊 母亲是把女儿的说法全盘回番 声称女儿口中的KTV 其实是她小姐妹开的练歌房 女儿也没有通过这个赚钱 来贴补自己 难道小刘刚才一直是在骗我们吗 母亲这话也表示 会来到调解现场 那么 母女俩当面对质 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皇上 下了戏我爱烧菜 也爱多粒黄金三亿葵花油 保留黄金三亿关爱心脑眼 我这么贤惠 多粒帮我征婚吧 全新历史 含纳米胶原蛋白 深层滋养 水润光芒 既绽放 闪亮 源自历史 多美兹始终把宝宝的安全放在首位 多美兹产品安全可靠 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 经权威部门认定 仅极少数批子二段产品 可能受到恒天然事件影响 以基本召毁 我的头伤 看我的 集中生智真够快 可污渍也来得快 新奥妙去字三倍快 去除多种顽固污渍 带来超快捷径 新奥妙去字三倍更快更轻松 大家都叫我秀兰邓波 咋嗨我鸡鸡鸣 我是真正的实力派 这次比赛我肯定是冠军 买忠诺到现在还不转动 好 啊 哦 失聪了 是 交通银行2013世界斯诺克上海沃德大师赛 巩峰对决再度上演 9月16号到12号 上海体育馆 全新砍台布局 更近距离见证王者诞生 全程十四场套票 仅需一千八百元 结伴看比赛 购票八五折 详情请能录 东亚票务网站或赛事官网 抢票热线 6426 5678 中国梦之声 全球巡演 盛大开启 9月7日 上海首战 中国偶像 欲祸而生 猪梦语图 在其真诚 偶像力量 梦想发生 皇上 下了戏 我爱烧菜 也爱多利 黄金三亿 葵花油 保留黄金三亿 关爱心 脑 眼 我这么贤惠 多利 帮我征婚吧 黑白的黑 黑白的白 黑白分明 我就这位 麦当了新黑白同事宝 关键时刻 不在状态 还好有麦动 麦动 富含维生素群 让你关键一刻 麦动回来 花季少女居然被亲生母亲 逼弃陪酒 令人折舌 妈妈让你去K房做 做啥呢 陪酒小姐 然后被她们关酒 她知道 她说她以前也是做这个的 原本不愿接受调解的母亲 谁料中途又突然出现 大闹现场 19岁小妈妈竟被生母推入火坑 上级正在播出 刚才电话的最后 母亲气势汹汹要来评理 经过漫长的等待 她终于出现了 这母亲一到现场 没有直接上场 而是在观众席上大声抱怨 那么她究竟有怎样的委屈呢 白阿姨也来到了观众席上 这母亲一到现场没有直接上场 你怎么办 你别说什么 我不上去 我打算我打算 她都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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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做啥 她就证据 她说给你 她说给你我做什么 她说给你我做什么 你怎么还要做什么 她是想起来 她是想起来 她的女儿 她是想起来 她的女孩 她跟我吃牛皮 她的女孩都不辛苦 她们都不愿意 她们都不知道 我女儿不抽烟 叫我女儿学会抽烟 李阿姨 李阿姨不激动 不认心 李阿姨不生气 好好好 小刘的母亲李阿姨 在看台上一顿谩骂 从女儿到女儿男友 甚至男友他妈 一个个 她当众人劝她上场求证时 她竟扭头就走 我们的编导连忙跟出去 试图缓解她的情绪 而在现场 我们的调解仍然在继续 此时又有一名神秘女子 出现在了调解现场 她究竟是谁呢 小刘 喜欢唱歌 当时妈妈跟你说去唱歌 你就相信了对吗 很喜欢唱歌 当时是想去参加比赛吗 想参加什么比赛 本来是想参加达人秀的 后面因为这个事情都没有去 你很会唱歌对吗 你最喜欢唱谁的歌 蔡依林 你喜欢唱蔡依林的歌 你唱首蔡依林的歌 给我听听好吗 假装 好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假装多好 我只要 只想要再 拥有一秒 只相信你的拥抱 爱心感情 远的不想逃 假装多好 我只要 只想要再 拥有一秒 只相信你的拥抱 一直会让我依靠 一直会让我依靠 你一直在假装着 嗯 对吗 你曾经幻想过吗 幻想过自己的妈妈不是她 幻想过 你怎么想 那时候 一直希望她不是我的天生母亲 是医院里面包错了 嗯 特别期望这有一天 妈妈来找你 嗯 你宁愿相信大人骗小孩说 你就是在河边捡的 你是在垃圾堆里捡的 这句话是真的 也许没有这段坎坷的经历 小刘会像许多 追逐梦想的女孩一样 憧憬着未来 可如今 在她稚嫩的脸庞 和悲伤的歌声中 我们能感受到的 只有和她年龄不符的 痛苦与疯害 而就是在这样一个 灯红酒绿的环境中 小刘和她的男友相识了 你怎么认识你老公的 也是在开发里面 你老公是你的客人 嗯 怎么会变成你老公的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她是跟朋友一起来的 她那个朋友呢 以前一直 就看我有时候 空下来没有生意了嘛 她就让我 就过去吃吃东西啊 唱唱歌这种的 也不毛手毛脚的 这个人很好的 她给我小费也给的蛮高的 后面有一天 她就把我老公带过来了 让我 她说她你也不要干嘛 就玩玩小子啊 唱唱歌喝酒 吃东西就可以了 就说你们想走了 你跟我讲一下 我把钱给你 你就可以走 然后就这样子 我跟我老公认识了 她有时候会一直叫我 在外面吃吃东西啊 这样子 那老公比你大多少 我老公二十四 她为什么会想到要约你 是我把电话给她的嘛 她为什么会想到要约你呢 她那时候看我很小 对啊 对啊 然后她就觉得 她也问过我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坐 她说你又是上海人 她说怎么会有小姑娘 会到这里来坐的 然后我就跟她说了 她看我很可怜的吧 有可能 然后就会经常 带我出来吃东西啊 这样子 她相信你 相信 你跟她说 你其实都有你的办法 去挡那些咸猪手的时候 她相信你 她不相信 她不相信 不相信 她怀疑你 她怎么说 她说没有一个小姑娘 会在里面做什么 被人家吃豆腐的 对 她说 我说那你有什么办法 我说可以让你相信的 她说那你就不要做 我说但是我每天 要给我妈200块钱的 我怎么不做 她钱我给你 你就不做了 但是老公每个月 每天都给我200块钱 那你还要吃饭呢 对 我都是吃在他们家 她妈妈会烧给我吃 虽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认识了男友 但是这个男人 表现出的温柔和怜惜 让小刘备得温暖 而男友的母亲 也对小刘非常热情 更是让小刘尝 尝到了久违的家的温馨 其实我每天还是装样子 7点钟就是去上班 到12点下班 但是她给我钱 我又不是不去做了嘛 我就会天天在他们家 吃东西啊这样子的 她妈也在 但是她妈就是开始怀疑 为什么我每天 一到12点就要走 她就开始问我老公嘛 我老公也就跟她说了 她妈就很堪 给我们两个在一起 说我一个年龄又小 她说还有狗又在里面上班 被人家知道不大好 原来一开始 男友的母亲 并不知道小刘的职业 当她了解真相之后 她就开始反对这段恋情了 那么后来又发生了 什么重大的变故 让男友母亲接受小刘了呢 一直坐在场下的 这位神秘女子 此时也来到了场上 原来她就是小刘男友的母亲 那么她上场之后 又会爆出怎样的惊人内幕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广告很短 她能改善滚动阻力 转向稳健 自动安心 这样的轮胎 原来不是梦 地球的轮胎 普利斯通 晚安 真挚用心为你前行 普利斯通轮胎 李育处好 大家好 读书重要 身体也很重要 跟我来 肯德基每年举办三人篮球赛 鼓励年轻人天天运动 养前健康的生活习惯 我是中国肯德基篮球大师 欢迎加入我们 肯德基零书好精彩 独家限量首发 你知道怎么才能分辨出 转接音的黄豆呢 小陈老师带来家传的 泡饭的味道 大家能接受吗 大厨现场 凡寿如何在家做豆腐 敬请收看 越来越开心 您知道您每天都在浪费钱吗 厨鱼肺料都是宝 它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胡萝卜素也是近的48倍 这不鱼鱼吧 赵辉让您长寿的宝贝 敬请收看 陈陈全品听之黄金厨鱼大PK 大科学 都知 上海有200多家科普场馆 等你来探索 我的中国梦 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 正式启动 热爱歌曲创作 怀揣中国梦的你 岂能错过 5月28日至8月31日 登陆东方网 通过定点或网络报名即可参与 我的中国梦 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 抒发美好情怀 唱响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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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全家人的甜蜜世界 一个充满欢乐的梦幻王国 缤纷多彩的甜蜜生活 就在巧克力开心乐园 广华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新老娘 就屏幕下方有我们的热线电话 欢迎您拨打 我们的调解完全免费 而且签署的调解协议 具有法律效力 今天婆婆也来到现场 我们请婆婆上来好吗 当然这个婆婆现在是打引号 因为你跟你所谓的老公 也没有合法的结婚 就说孩子的奶奶 好吗 我们请 来 有请 来 你坐这边吧 虽然说你们不是说对立的双方 但是呢 我想最开始的时候 你还是不太愿意 儿子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的 是自从你知道她的真实年龄 和以及她曾经从事的职业 你心里其实是不愿意的是吧 是 为什么 维萨 当然我想一个人关一日 谁准备说 各人关 嗯 各人关一完了 你吃饭了就不是日面好 不是日好 不是日好 人我快到跟小姑娘到我里下来 我想快到小姑娘去的日面好 不是我想想当中 你到我里来上下机 别人一碗 喝净 你会把她都收到两半里 一腿把她还用 所以我就拿出来 你举个例子 她怎麽节约法 这个小说 旦刚刚就见到最后 一个被人拍费 我刚亲走啊 去亚子拆费 你自己把她 去买费的码 一斤把她拆费过 你看她看到她的 你看她没有一个 所以我就安静了 我其实是第一个 丁我给我的家 第一个人 帮着整个脑子 到这一亩 那你怎么知道 一定让她 整个脑子 我去那里面回忆 我就从一开始 就从一开始 一来两个人当 我被决策了一开始 我就被当事干净 因为我亲爱窥到 我没窥到我没有 我亲爱窥到 亲爱窥到什么呢 当这个第一趟 一被倒车去用光 倒到我理想来用光 有的就当了大概 真正有的提到 一些不过非诊 被诊摸了非诊 我想就睡了 我现在一来年没闹 没闹 我现在就在那里面 现在一来年就当地我来 一跟人 一跟妈妈一跟高学发来 新生病 一跟新生病发来 一跟他弄回来吧 我现在就在那里面 我亲爱窥到我去 我现在弄自己养了 我刚刚弄个汤回去 现在有时候 我弄好当地我帮我 我刚刚就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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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在那里面 但是我就被送到烏多战去 一直送到院 一直是在夏罗 我就被送到烏多 我就在烏多等 我就等到 小刘的男友曾走过一段安路非常派人 让家人失望至极 自从认识了小刘 男友也像变了个人似的 特别有责任感 她母亲也因此对小刘十分感激 认可了这段恋情 谁知有一次 小刘被母亲叫回去之后 就离奇失踪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而刚才奋然离场的小刘母亲 其实并没有走远 而是来到演播室一角 观察着场上的一切 那么她究竟会不会再次回到调解现场呢 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19岁小妈妈竟被生母推入火坑 下集